今天要讲的故事叫 养育之恩得报答 说呀在清朝光绪年间 在北林镇有个叫常敬奎的财主 他娶了一妻一妾 妻子呢生了一个儿子 可在生儿子的时候啊 得了产护风 不久啊便去世了 于是啊常敬奎又纳了一个妾 这个小妾叫林静怡 是个秀才的女儿 常敬奎娶她来家 一呢是要她照看大老婆的儿子 二呢是让她再生两个儿子 可惜啊 小妾呀没有生出儿子了 倒生了两个女儿 可她呀对大老婆的儿子 却视若几处 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 没有半点差呀 就是自己有了大女儿 儿子呢还一样跟着吃奶 儿子呢叫九旺 也是呢小妈给起的名字 因为啊林静怡有文化 林静怡呀不但对长九旺 呵护有价 而且呢还教她十字读书 在学堂呢学不好 经常啊被先生打板子 于是林静怡每天呢 都给她辅导功课 让她呀少挨了不少打 对两个亲生女儿啊 她都没有这样用心过 再呀长九旺 十九岁这年 娶上了媳妇 她的妻子啊 也是林静怡给选的 是个文静 舒贤的女孩 两个人呢非常恩爱 可也就是在这一年 父亲长静怡病逝了 林静的时候啊 他还对儿子说 你要对小妈好 是小妈呢把你养大的 长九旺呢答应了父亲 老头死后啊 就由长九旺来当家了 长九旺呢 继承了老爷子的传统 学习不行 可治理家务啊 却有一套 林静怡啊 很是为长九旺高兴 这也算是啊 长家后继友人了 不久啊 林静怡病倒了 久之不愈 知道啊自己命不久矣 林静怡啊 就想起了一件事 那就是啊 不是正式的小妾 要葬在啊 丈夫坟墓的西北方 说是啊 给丈夫和正妻啊 党西北风 据说啊 这样会让小妾啊 受很多苦 林静怡啊 有切不愿 因为啊 她替长家把儿子养大 可以说是功高盖主 完全可以和老爷 并行安葬 于是呢 林静怡就把这个意思啊 跟两个女儿说了 让女儿啊 找哥哥长久望说 因为啊 这个家 是长久望做主 她说怎么样 就会怎么样 于是 两个女儿啊 来找哥哥长久望了 说了母亲的意思 长久望却说 这不好吧 几百年的风俗 我怎么敢委逆呢 再者 我父亲会不会同意这个事呢 好像是不可以 得到这个信息后啊 林静怡有些不甘心 于是啊 就让女儿去找同族的长辈 让他们呢 出来说句公道话 就这样 两个女儿啊 去找同族的最长辈 六老爷 说明了情况 六老爷说 这事啊 不是一成不变的 你母亲呢 虽然是妾 可做的却是啊 正式的职责 再者说 你母亲呢 妄夫妄子 理当啊 不去挡什么西北风 这样吧 我去给你们说去 六老爷啊 亲自来找长久望 说了这个事情 长久望呢 口气有些松动 既然六老爷来说这个事情了 那事情啊 是可以变通的 不过呀 现在说这个事情 有些早 我小妈呀 对我有养育者 我一定啊 会为我小妈考虑的 听女儿回来这么一说 林静妮的心里啊 一块石头放下了 这件事啊 让她的病 竟然有了好转 可好转是好转呢 没过几日 病情啊 突然加动 最后 闭眼去了 可和老爷子 病葬的事 却出现了岔头 也就是说 长久望反悔了 她决定啊 还让小妈 给父母啊 去挡西北风 两个妹妹知道情况后啊 就找哥哥 长久望理论 可他们怎么说 也说不过哥哥 最后啊 哭着回来了 来到了母亲棺材前 告诉了母亲 这个结果 妈妈 我们尽力了 我们呢 必定是女孩子 左右不了哥哥 我们呢 就差没给他跪下来 可没有用的 他很顽固 这天晚上啊 大女儿和小女儿 都梦到了母亲 母亲呢 很忧伤 最后啊 还安慰两个女儿 说 你们不要伤心了 顺其自然吧 这么一说呀 两个女儿都哭了 他们呢 都是哭醒的 想象啊 母亲要去挡西北风 亲里啊 觉得特别的难过 长久望 给林静怡的葬礼 排场啊 弄得非常大 不仅呢 摄灵鹏三天 还请来了月班 这天呢 要下葬了 他请了八年台的大干 来台啊 小妈的棺材 以彰显呢 对小妈的身份的尊敬 可随着主持人 一声喝叫 起官 话音刚落 抬棺材的人呢 躬身响起 可怎么也抬不起来 棺材呢 纹丝没动 主持人呢 又喊了一次 棺材呀 还是没动 历史啊 有人惊慌了 这是出了什么情况啊 有围观的人呢 开始逃跑了 主持人呢 也急促的叫 快 快点 快在棺材前烧纸 烧黄纸 长久望啊 和媳妇急忙啊 跪在了棺材前 拿黄纸啊 点燃 突然呢 长久望的妻子 想被谁推了一下 人呢 一下倒在了地上 一向文静的他呀 站起来之后 却呀 兴慕袁真 瞪着眼睛 瞪着长久望 做出了 挥舞棍子的样子 而那边的长久望 却在地上 开始滚动 发出了痛苦的叫 这边呢 媳妇说话了 你这个不孝子 你明明答应我 不让我挡西北风 可你呀 却让人在西边挖了我的风坑 你这么对一个养育你的人 你的良心还在吗 你一岁没忙 我进门呢 就养你 你小时候没有奶 我挨家挨户 给你讨奶水 我生了你妹妹 可奶水呀 全给了你 你上学回来 说动脚 我会把你的脚 放在我的胸口 来给你误着 你看别的同学 吃灵脚 我亲自下河 去给你捞 险些丧面 为了养你 我是呕心沥血 寒行如苦 竟然得不到你半点报答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媳妇啊 一边说 一边挥舞 长久望呢 疼得嗷嗷叫 没关的人们呢 当即明白了怎么回事 都说呀 长久望太过分了 吃痛的长久望呢 挥舞的说 小妈 我错了 我错了 我这就让人呢 停止挖风坑 让你呀 和父亲 并排安葬 你不要打我了 养育之恩 我没忘 只是啊 我有些私心而已 我错了 你摇述我吧 说话间呢 媳妇扑通一声 倒在地上 打得我也停了 半天之后啊 她醒了过来 就对刚才的事啊 她一无所知 一点印象都没有 主持人见状啊 挥手说 奇观 这回呀 八个人 轻松地把棺材抬了起来 最后的结果是 林静怡 虽然呢 没和老爷并过 但她呀 和老爷 并排 安葬了 好了 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 就是养育之恩 不能忘 就是这个道理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 谢谢你的收听 咱们明天再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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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